国民党卓西乡党部今天成立新女力工作委员会 也举行接牌仪式 卓西乡党部主委吕碧贤表示 他今年就要卸任了 希望布农族妇女能够崛起站起来 国民党卓西乡党部在19号成立新女力工作委员会 并且也举行接牌仪式 卓西乡党部主委吕碧贤表示 他今年就要卸任了 希望布农族的妇女能够崛起站起来 另外现议员高晓成也到场表示支持女力崛起 认为看到卓西乡有不一样的力量 女性的力量非常庞大 也是未来的在卓西乡会看见的希望 新女力工作委员会邀请在地具重要影响力的女性担任委员 以及支持妇女团体的地方人士担任顾问 串起各县市妇女社团共同服务地方 并且行速凝聚力 未来新女力工作委员会进入基层串起地方女力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